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斟言第31章 第29节 说 才得的女子很多 唯独你超过一切 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在Olive的时候是说牛的头 和一个承担的鸭牛的头 因为原来开始跟从神的时候 其实我们个个都好像是什么 好像一只牛一样 是愿意任劳人愿肯做肯做博人 但当我们成为一个使徒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跟神沟通 并且能够成为那个时代教会的带领者 所以这个时代当中很明显 神也是选立一个人去成为这个云处 而神也会选立一个人去完成那个时代的鸭 让可以万众归心 而事实上最后最后 在世界结束的时候 神就用石庵这个对比 去说出分配必追于石庵 就是这个意思了 因为到时石庵知不知那个时代的鸭 知道 而并且知不知用什么方法承担这个鸭 知道 所以说到头这一点 有三样东西 是一个使徒他最基本要做的 当然我说 熟灵的CEO 这个当然根本是本分 但天积里面一定有三样东西 是因为他和神之间的关系 而导致他做的 第一样就是去认识他那个时代的新的鸭 每一个使徒出来的时候 任何一次都是的 每一个使徒一出现 开始侍奉的时候 就是代表了一个新的鸭 在那个时候诞生的 不永远没有一个使徒 他诞生为了背着一个旧的鸭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上一代 他的鸭是正确 他用对方法去承担的话 神不会诞生一个新使徒 每一个使徒诞生一个新使徒的原因 就是新的鸭 和新的做法是诞生出来的 所以你会看到 就算摩西的时候没有使徒 但是摩西的时候 是带着云处火柱 和他们一起出埃及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新的鸭 是一个完全新的鸭 因为当时没有使徒 但是旧约的仇神要预表使徒 所以用云处火柱 去示范这个新的鸭 一个新的承担法 他们在抗野里建立会莫 建立哲棋 但问题是主耶稣的时代呢 主耶稣的时代 当然他是那个时代的使徒 大家来到是否跟着法利错人去会堂 大家去粉饰千枝的坟墓 看到千枝要找石头扔死他 大家跟着法利错人所做的事 不是啊 主耶稣来的时候 你要看就是一个新的鸭要诞生 而这个新的鸭要诞生 是要由这个使徒去诞生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 基督也好或者新约教会也好 或者会的时代 比如马丁路德 很多这些被人非议的侍奉方式呢 就是为什么你不可以 身身诞生出来 和上一代合作呢 但问题就是这样了 问题就是这些这么低智商的宗教家 他没有想过为什么 明明有一个旧的鸭 如果是好好的 神兽一旦生一个新的动势呢 一个新的动势就是告诉你 上一个中派已经老死了 上一个中派已经越走越错了 为什么需要主耶稣 是因为法利错人的错 才诞生主耶稣这个使徒出来的 其实会的时代有时候是不需要使徒的 因为他们继续做得对 但是当我们做得错的时候 神就要诞生一个新的使徒 去将一个新的鸭去拿出来 所以会的时代当中的第一件事 我们要知道 当使徒诞生的时候 他一定单身一个新的鸭 这个做法跟上一代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上一代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跟上一代的文化 上一代的历史已经是黏在一堆 但是新一代的时候 是会有新一代的文化 新一代的科技 新一代的生活方式 而神是要跟那个时代沟通的话 就需要那个时代的使徒 所以譬如我们活在一个时代 进步得很快 比上一代快20倍的一个新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 这些人已经不是用那时候我们说的 录音带了 甚至现在 可以说MP3 但是MP3这个系统继续遗留 但是问题 剩在MP3的东西 已经不断改了 以前是用CD碟 接着是Buray 现在是硬碟 上一代我们的通讯 可以是用邮件 再接着就用email 但是现在很少人 全都靠email 和自己的朋友的通讯 是在说星Calling 或者WeChat 你见不见 现在其实在会这个时代 都有他那个时代的厄 所以神就诞生那个时代的使徒 去用新的方法去完成这个厄 而会这个时代当中 神是创造 他不仅创造了人类 他创造了历史 他创造了文化 他创造了会这个时代的时间 和空间 所以变成会的时代当中 根本是用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技术 去和那个时代沟通 和带领那个时代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们在说 要一天都没有偏差 你哪可能还在说寄信 你只是寄信 都已经不知道 来来回回要多久才能通讯十次 但是WeChat 根本可以在一个钟里面 随时很轻易 你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讯十次 无论那个人在你身边 或者那个人在外国 地球的另一边 都可以 我们已经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 你知道吗 而事实上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样的方法 因为这个时代 因应神所创造 有新的需要 事实上 你要看到会的时代 当中进步的时候 会的时代 为什么有这么多 这些成功的企业 是因为人被刺激 他有新的需要 以前我们不需要手提电话 以前用飞甲传书 每个人养着白甲就行了 但是不是现在 你现在 现在会不会还有人养白甲传信 没有的 你知道吗 现在今天是另一个时代 去替换了这些人出来 没错 你们很差 这些电话 甚至在里面 但我们带来的福音 就是让你用回这些资讯 这些科技 去用来侍奉神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 现在无论我们侍奉 我们的工作 活用了这个时代的科技 我们个个都用手提电话 去成为我们侍奉其中的 最主要工具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 在现在的时代当中 没错 它进步了快十倍 它的科技压了十倍 但同样的欲和需要 都是相对提升的 那么你没有可能 要别人换一个旧的欲 那些旧的欲 那些旧的欲 根本是跟上一代清教徒 的时代创造出来的 根本是已经不能够 满足这些人 帮助这些人 让他们能够侍奉神 所以使徒为什么需要替换 原因是因为使徒 就是为了 那个世代带来 一个新的欲 以及新的承担法 新的处理法 而第二就是什么呢 第二就是 他就是因为带来这个欲 而他负责去解了上一代的困局 针研第31章第29节 说财德的女子很多 唯独你超过一切 准我来 尽心跟随 随着身 莫再顾虑 愿决定 用一生的主手里 向主位身 心坚决没弃泪 愿听命 热心追随 再不管 你塌山醉 愿冤枉 向天家中点抛去 在二路上 全程全力争取 已似全藏心里 脱不失去 永不倒退 灵粒沉上依旧 愿我记迷 永相应许 尽管你 为神奔跑天流 愿我自己伴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